其實可以問他說 我覺得聽起來很令人擔心 我想要直白地問你是 因為你這個動作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請問你有打算結束你自己的生命嗎 當你有辦法開誠不公坦然 問這個問題 他會覺得自己有一個出口 他可能就會覺得 天啊 對我有 我不用再多多長長了 我可以跟你說 這其實可以把它拿出來問的 因為你這件事情 就是你比較敏感這件事 或你沒有低估這件事情 然後就可能撈毀了一條生命 我自己本身會還滿認同 自殺就是可以攤開來講 自殺不會因為你不講 不拿出來說你是不是要自殺 然後他就不會想 自殺的東西是他 但你要講之前他已經想好了 他已經想過很多次了 對 你不會 你講到你是不是要自殺 不會提起他想做自殺的自殺引演不會 他為什麼會想要這麼做 我是為了想要發洩情緒嗎 逃避現實 或者是他可能就是想要感到存在的感覺 因為痛 邪 我還活著 可能他對於自我價值已經很低了 他不覺得自己活著之類的 這都有可能 可以跟他說 我感覺得到你是很努力的 用各種方式 可是沒有任何一個方式 可以取代這種歌手的行為 那我很好奇 為什麼 是不是這個可以帶給你什麼正向的行為 感受 很多東西可能是一般民眾 沒有辦法去解決的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帶到說 這樣子的話是不是 聽起來你很想要解決這件事情 然後我目前我沒有辦法幫你這麼專業的 但是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找醫生啊 找心理師啊 或者是其他醫療支援這樣子 我不會因為你這樣做 我就覺得你是壞人 或者是對你自己的身體不尊重 我相信你已經做了很多方式 讓自己不要這樣子 但你還是做 你是萬不得已了 所以我沒有覺得你不好 我只是想要跟你一起解決而已 這樣就好了 就是給他期許支持 一般民眾只是給期許支持 然後趕快把他帶到 那個專業做連結這樣子 一個人想自殺 大部分的人都會很焦慮 到底要說什麼 才可以讓他比較好 很多人都會講一些比較過於正向 或是過於需要這個人負責任的話 自殺個案或智商個案 他們會這樣做 一定是他們已經想過很多方式 解決自己的問題 可是一直在失敗 失敗挫折 然後他可能也有去看醫生 然後看了醫生是要 好像不太適合自己之類的 對 他一定做了很多事 他才做到這一步 不要去否定他的感受 不要說出那種 身體是爸媽生的 爸媽媽養那麼大 說真的有可能 讓他變成這樣的就是他爸媽 對 所以有時候不小心打到某種地雷 如果你根本不清楚他的狀況的話 或者是可能 你不要再想這件事情 尤其是憂鬱症的 就是你不要想 不要想就不會有事 但是你的事情就在哪 如果是憂鬱症的話 那就更麻煩 它就是一個生理疾病 就是腦袋在感冒 如果你把那個負面情緒 或是負面思考方式 當成流鼻水感冒咳嗽 你就會知道 你要叫憂鬱症的患者 突然停止這個想法是難的 很多人會說 你比伊索比亞難民還好命多了 或是你就是沒有去苦過 每個人對疼痛的東西是主觀的 跟每個人對過得去 這件事情是主觀的 他會這樣想 會不會他背後有很多 錯綜複雜的原因 很多細節 可能他曾經有 被什麼東西創傷過 例如說分手這件事情 大家分手 有時候算了 那就再找下一個 可是他對分手這個詞 這個行為 他被分手 他就整個想要自殺 他想要失去一些 那是不是 他跟這個女生 或是他過去的情感關係 或者是 他原生家庭 有給他什麼 然後讓他把這件事看得這麼重 而且比你更重 我的個案 在那個高隆中 準備要往下跳了 這時候我可能就會 跟他說 我在這邊 你可以告訴我發生什麼事了 對 我相信你 會走到這一圖 你是做過很多努力 那我想要聽聽你的困難是什麼 對 讓他覺得你是願意聽他說的 那在這過程中 就是盡量不要 就是完全不要有批評 就是當他說任何一件事情 可能是不合理的 但是就是 就聽就好 讓他說出來 然後聽的過程中 就是想辦法讓他 離開比較危險的地方 例如說 剛剛講的高樓 那可能可以跟他說 這邊風聲比較大 我很認真想要聽你說什麼 那你可不可以過來一點 這樣子我才聽得到 就慢慢地把他帶離 遠離那些 他可能不小心一時衝動 就直接重生一票 就是至少可以增加他 真的自殺的困難度 一般來說 我其實就會讓他哭喊思汗 就是讓他把所有負面 繼續發洩完 對因為其實 他可能就是壓很久了 他好不容易有一個地方 可以發洩了 那如果又把他壓回去 可能下次 他再爆發機率會變高 情緒慢慢地會降低 一般來說 對然後當他慢慢降低的時候 你可能 就可以給一點回饋 例如說 感覺出來你真的很生氣 或者是 剛剛你在講到有些東西 有聽到一些什麼事情 是這樣子嗎 就是讓他覺得 你的確有在聽他說話 而不是在旁邊發呆 他後面覺得 你的確有聽他說話 他就慢慢地願意 可能把他真實 比較煩惱的事情講出來 讓他和緩的方式 除了喝水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方式 因為一般來講 情緒比較激動的狀況 皮膚溫度會升高 然後心臟會跳很快 有這種方式 可能就是 洗冷水澡 對 就是把自己 當下來 不然就是 如果不方便洗冷水澡 至少旁邊有水龍頭 比較涼 然後潑 潑臉 讓你的臉部的 那個溫度價下降 對 那這個也是一個方式 可能還有 一樣的腹式呼吸 我自己本身比較喜歡 用兩倍土納 就是吸兩秒 土就四秒 就他專注在呼吸上 然後多做這件事情幾次 對 然後把他的情緒緩下來 如果你有點擔心 他只是想要把你趕走而已 不是真的狀況好了 你可不可以 跟我在下午幾點的時候 再打通電話給我 報個平安讓我安心 然後我們還可以繼續聊聊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只能說就是 想辦法把這個防火網做大 除了我之外 還有誰 那我們可不可以 跟其他的家人或朋友 跟他們討論說 你有說我們每個時間 在幾點幾分的時候 都會輪流 像站崗一樣 就是聯絡他 的確想自殺人可能 的確很常需要被盯著 對 但是問題是如果一直 壓在一個人身上的話 太辛苦了 所以最好是做大 這樣子 好 好 好